竹帘邦 明媛会 续人会等黑道帮派 最近陆续在五星级观光饭店举办着春酒节级帮众 而且以超车的辣妹营兵排场 刻意的扩大帮派声势 引发社会不良观感 公然挑战公权力以及警察机关的执法决心 而警政署长在八号通令 说全台警方从晚间开始 针对竹帘邦明媛会在北北基陶 经营的酒店 夜店 这些特种的营业场所 都要进行扩大零检扫道 反制黑帮嚣张起言 男子一身黑西装走在红毯正中央 高开叉的旗袍辣妹两边一字排开 鞠躬提醒小心慢走 因为人数太多 红毯甚至还得排成莫自行 议会又化身车展女魔 站在酒店门口千万跑车旁边 上百名迎宾辣妹高调排场 成为这次竹联邦明人会春酒最大亮点 却也像是公然挑战警方底线 警车浩浩荡荡依序出发 大批警力全副武装 面对黑帮连日高调挑衅 警方也并非省油的灯 大局进入酒店强势扫荡 酒店小姐被带出来排排站 这回可不是用来迎兵 而是要配合警方乖乖盘查 远景逐一盘查 针对店内每个员工顾客 全都不放过 针对帮派嚣张气焰 警政署下令针对北北基桃 帮派经营行业扩大灵检扫荡 尤其名人会为重点对象 北市警方9号晚间 针对仁堂在台北中山 大安松山信义经营的 共16家酒店夜店大四零检 展现打击犯罪强烈决心 黑道帮派接连举办餐会 借着豪车辣妹高调炫富 壮大绅士 形同向警方叫正 嚣张无视公权力 远景大动作执法反制 凸显黑白势不两立 记者送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